春暖乍寒的叶卡捷琳堡 苏联时代的老建筑和列宁塑像 看着人们在一泻济河两岸的街道来来往往 数十年如一日 这个乌拉尔联邦馆区第一大城 正有一群年轻人组成的民间团体 要推动垃圾分类与减量 这个团体在2019年 选定叶卡捷琳堡设置这个垃圾博物馆兼资源回收中心 就在同一年俄罗斯政府统计显示 全国一整年光是固体垃圾 总重就高达七千万吨 而各地的垃圾掩埋场总面积 大约等于荷兰全国的土地大小 早在前苏联时代 政府就有推动资源回收的计划 希望借此达到垃圾减量与循环经济 但随着苏联解体 这些立法与措施就无解而终 这个从叶卡捷琳堡作为出发点的民间团体 设置这个被称为垃圾博物馆的地方 不过它的实际功能 不限于展示各式各样废弃的人工产品 也设立各种讲座课程 教导民众什么样的物质 可以回收再利用 以及资源回收的过程 在这里展示了 这些物品从2014年索契冬季奥运的服装 到前苏联时代的家具电话机 当然也有让民众携带垃圾 并且分类丢弃的角落 现代的叶卡捷琳堡 是俄罗斯乃至于全球重要的经济都市 民间团体希望他也能在推广垃圾减量 环境保护的观念上成为俄罗斯的火车头 公司新闻许将便宜 领域